踩着海浪 张出脚牙 拼命的跑上他 真快乐 用力用力 伸出双手 跟他手牵着手 不会害怕 说起七位的女儿Lucky啊 相信大家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吧 因为和妈妈七位太像了 而引起大家的热议 确实每次看到Lucky的时候 总让人产生错觉 感觉是看到了小时候七位的样子 Lucky就是缩小版的七位 如同复制粘贴一般 这对母女长得太像了 Lucky完美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 漂亮的大眼睛 甜甜的笑容 可爱的五官 真的让人爱了 在生活中Lucky实属魔人的小妖精 只要她喜欢的东西就会爱不释手 大家都知道七位是一个时尚的女星 女儿Lucky也一样 在化妆方面相当厉害 小小年纪就会涂口红 换眉毛 是超级爱美的一个小姑娘 在网友看来Lucky就是一个时尚爱美的小公主 她长相乖巧可爱 喜欢一个人对着大家比星星 这个小动作再加上年人的小表情 实在是萌翻了 而Lucky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也才三岁 这个年龄的宝贝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一点都不觉得陌生 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一口超级流利的普通话 最后还来了一句爱你哦 摸摸摸哒 瞬间把大家的心都融化了 有次李承轩带着Lucky去七位的片场探班 在片场遇见了马天鱼 为了逗Lucky 七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问了Lucky一道送命题 天鱼哥哥和飞鱼哥哥谁干帅啊 对一个当时只有三岁的孩子肯定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吧 本以为会看到Lucky如何难中的时候 但没有想到Lucky的回答特别机智 Lucky反问七位 你说呢 将问题完美地抛给了七位 听到Lucky的回答 相信很多观众都想不出来这么回答的 这样回答真的是又难住了七位 并且自己也不得罪谁 不得不说当时的Lucky虽然只有三岁 但这样的智商确实是聪明的 七位呢只好说都很帅 听到妈妈回答的答案 Lucky才放心了 也跟着妈妈说 我也这么觉得 Lucky回答问题的时候 果然是动用了自己的智慧 临场反应能力也特别快 但当时人马天宇还抱着Lucky呢 听到Lucky回答 马天宇都忍不住 夸Lucky回答的好厉害 我问你 天宇哥哥比较帅呢 还是飞鱼哥比较帅呢 没帅 天宇哥哥还是飞鱼哥哥 帅呢 帅呢 哇 我都很帅 我都很帅 我也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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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除此之外 Lucky在现场也被小姐姐问了 同样一道宿命题 只是这一次 马天宇没有在场 最开始问到的是 飞鱼哥哥和天宇哥哥谁更帅 Lucky想了一会儿 后回答说天宇帅 然后还表示说 马天宇哥哥酷酷的 之后呢 又被问到 爸爸和马天宇哥哥谁更帅 没想到Lucky的回答 还是马天宇 这也太扎心了吧 天宇哥哥和爸爸哪个帅呀 但可以看出马天宇哥哥在Lucky的心中是真心的帅 最后又问天宇哥哥和七哥哪个帅呀 大家都知道 QA在娱乐圈一直有着七哥的称号 就是因为他性格耿直 说话洒脱 所以很多好朋友都更喜欢称他为哥 本以为这一次可以套路到Lucky 没有想到他根本就没有上当 脱口而出 妈妈是美 那天宇哥哥跟七哥哪一个帅呀 妈妈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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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小小Lucky脑回路真的太清晰了 对于这个回答 就连提问的小姐姐也无力反驳 可以看出Lucky的这个回答 堪称完美 这样不仅两边都没有得罪 还怼了一下给他下套的小姐姐 大家觉得Lucky的情伤是不是很高呢 有没有被这个小机灵鬼给圈粉了呢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哦